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灵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 参考经文 你们要去使万名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马太福音28章19节 对于圣经真理的教导 我们常常盲目地接受 而三位一体的观念 可能是其中一个 我们不经思考就接受的教义 然而在早期的教会 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 可是经过了激烈的理性争辩 才达成共识 最终制定出 同一位神有三个位格 圣父 圣子 和圣灵 造成这些争辩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圣经找不到三位一体这个词 很明显的 圣父是神 而圣经之中 很多经文也表明 圣子耶稣是神 但是圣灵是什么 旧约圣经很多地方都提到圣灵 至于圣灵的神性 则是在新约圣经 尤其是耶稣的教导当中 我们才看得比较清楚 早期教会的文献记载 最先出现有三位一体教义的 其中一处 就是在使徒信经 使徒信经 是基督教信仰的信条 内容 基于今天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这一段 通常被称为大使命的经文 耶稣用这些话 来拆遣他的门徒到世上 给人施洗 归信独一的真神 圣父 圣子 和圣灵 他们不是奉三位神的名 给人施行三次洗礼 而是同时奉圣父 圣子 和圣灵的名施洗 同一位神 三个位格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 圣灵的重要性 圣灵是神 祂与圣父和圣子 完全合一 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 也在这个世界中做工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啊 我们往往忽视 祢的重要性 求祢赦免我们 又唤醒我们 好叫我们 见识到 祢在我们生命里 和在这个世界中的大能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